我們適用一些比較符合新潮流的方式 說話要一針到位 不可以長篇大論 說話的用詞 是要用特別年輕人的語言 是容易被人明白的例子 去說好香港的故事 經歷疫情 社會風波 如何說好香港故事 成為新一屆政府的重任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專訪時批評 一些西方國家的傳媒和政客 用一個不公平的角度審視香港現況 不是只是解釋給香港人聽 而是解釋外國人聽 我有很多外國朋友或者是親戚 其實他們都問我的 香港現在是否變成一個完全沒有自由的地方 我當然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極之不公平的 任何一個現代社會裏面 國家安全和自由民主法治 是並存沒有衝突的 不是等於有國家安全的法律 就沒有什麼自由法治 大家只需要看英國 最近在議會現在正在審議的 國家安全法 如果大家看一看就會嚇一跳 相比我們香港的港區港版國安法 是更加嚴厲定義非常之模糊 亦都在行政的權力方面 這方面是漠視基本的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這是英國政府提出來的 現在正是一個民選的政府通過這條法例 你覺得民選的政府是會保障你個人的自由 但現在落法者就是民選的政府 這就突顯了 其實很多人對於法治的定義 或者自由的定義 其實不是太清楚 是一些聽從西方的說法 的一些基本的誤解 湯家驊說 香港對外宣傳的工作 要有打緊張一樣的心理準備 宣傳的對象 應該是針對西方人民 而不是政府 莊瑞的人不會醒覺 因為他不是真的睡著了覺 某程度來說 西方的政客和傳媒都在裝睡 我又覺得人民未必好像政客或傳媒 一定有政治的偏向 你怎麼說他都不會改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多些集中民間的宣傳 未必是要到訪美國議會 英國議會 去處理香港故事 我覺得你說到口水乾 未必都會有任何合理的反應